姐姐 姐姐 这有的拼 库巴二号是我们的 谢金燕姐姐 她是我们公认的 乘风水龙头 姐姐 你不要 我的天啊 姐姐是有开关 是不是 岩里有星辰 更有山川湖泊 一路是起起落落 但是我们姐姐的泪水 只有涨潮 没有落潮 我看到人家库巴 这里有没有 第五季目前也是接近了尾声 目前成团业 团秀歌单已曝光 流星组将会演唱 周杰伦的《双结棍》 她组的成员分别是 朱丹 谢金燕 Joyce和苗苗 而这首歌曲是 周杰伦2001年发表的歌曲 该歌曲发表后 便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喜爱 也被不少网友翻唱过 这次流星的人带来这首歌曲 盲猜到时候 舞美会加入双结棍表演 陈黎君组将带来周杰伦 和蔡依林合唱的骑士精神 哦 这是蔡依林的吗 这是蔡依林的吧 该歌曲发表于2003年 收录在蔡依林的专辑 看我72片中 而陈黎君组的成员分别是 柳妍 郭碧婷 张雨昕和韩雪 目前两位人气非常高的演员 柳妍和韩雪都在这组 只能一提的是 周杰伦的歌曲 经常会被各大殷宗节目选中 浪捷舞多次选择了周杰伦的歌曲 在总结赛舞台中更是选择了两首 除此之外 目前正在热播的《歌手2024》 也是多次选择了周杰伦的歌曲 齐维组将演唱 《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 他组成员分别是 何杰 孙夏琳 萨鼎和蔡文静 该歌曲发表于2005年 当年发表后便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一度也成为了彩琳首选歌曲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火遍大街小巷 不知这次齐维等人会如何呈现这首歌曲 陈昊宇组将带来英文歌曲《This is me》 而他组成员则是尚文杰 袁雅维 万尼达和郑尼克 他们组有外籍艺人 因此选择英文歌曲也很正常 我还唱过这个歌呢 《成风2024》舞蹈直播夜提前开播 原定的中午开播 由于总决赛的《乘风之夜》提前一天开录 所以舞蹈直播业也跟着提前开播 当然这场秀整体让很多粉丝不满 因为会员还要单独收费 然后结果也让人一难评 首先这场秀是有很明显的两个槽点 第一点 舞台布置极为精简 应该说没有任何舞台致敬 除了刘新族舞台有个天幕以外 其他组的舞蹈致敬基本为零 可以看得出来姐姐们训练这个舞蹈直播秀 时间很仓促 由于要直播没时间换紧 所以舞台很简单 第二点 舞蹈简短 开始看第一个陈立军的舞台凌人 还觉得怎么这么短 为什么还没看就结束了 然后看到第二个舞蹈才发现 这个舞蹈就是很精简 主打一个短小概念 显然也是因为排练时间不足 毕竟重心应该在成团夜的秀 而非直播夜的舞蹈秀 最终票数排名是 陈浩宇组第一 陈立军组第二 气味组第三 流星组第四 流星组的舞蹈是我个人认为 四个舞蹈中最有特点和感觉的 值得第一的位置 但是票数出来就是第四 这个舞台有时候拼的不是实力 也不是特点 甚至不是人气 这一季拼的谁更黄 当然陈浩宇组舞蹈也很带感 赢得第一也可以说实至名归 进而陈浩宇组已经有两个成团戏位 但其实这场直播夜的秀 哪一组的队长更有冠军项 已经很明显了 这场直播夜的秀